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应该要问 因为我知道在我的Facebook里面 也有很多的单亲妈妈 我觉得每个女人的离婚原因都不一样 可是大部分都是因为不幸福 或者不快乐 或者是不能 她就离了 但是我如果要告诉你 有些人是快乐 幸福她也离 你可能不会相信 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我是选择性要自己做一个 反正就是这样 我只谈单亲妈妈 我觉得单亲妈妈很重要的是 要让孩子有安全感 也就是说不要让她觉得 她没有爸爸是一个不安全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做单亲妈妈 最需要做到的 所以我会竭尽所能的 去给小孩子安全感 但是单亲妈妈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扮妈妈 你要扮爸爸 可是我可以告诉我 我相信在在听这个节目的 一些父女一定同意我的话 你不可能两全其美 你只能选一种当 真的我最后是选了做单亲妈妈 我不要做爸爸 因为当你做爸爸 你对孩子就有要求 那他就没有一个抒发的空间 所以你必须是走柔性路线 他在外面受到委屈 到你身上来 他可以尽情地倾诉或发泄 所以我认为单亲妈妈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一般社会 对于单亲妈妈 教育出来的孩子 就觉得这样那样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现在看过很多那种 父母都在家里也很健全 就是爸爸妈妈都 也没有离婚的小孩子 其实他们并不快乐 我不是强调单亲才快乐 双亲不快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说在逻辑上 它是不通的 它是不通的 当然如果一个家庭不要离婚 不要变成单亲家庭是最好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有两个人商量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在笑说 我就是两个人也没人要跟我商量 对吗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一定要给孩子安全感 如果一个单亲妈妈 做不到让孩子有安全感 我觉得 如果你要做单亲妈妈 你一定要竭尽所能做到 不管在经济 在感情 在生活 你都必须给她安全感 所以有的时候 我的工作的动力 来自于小孩子 因为我一定要给她安全感 所以我也要祝福很多的单亲妈妈 不容易 我觉得她们不容易 她们很辛苦 我也希望这个社会 不要用另外一种眼光 看这些单亲妈妈 像我就不太一样 我不太在意 人家问我 我就说我单亲妈妈 别人会很尴尬 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就这有点奇怪 very ok 就是问的人 不要说我 我可能就会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就是 换句话来讲 就是好像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想说 我会不会介意这个话题 或者说会觉得触及到自己的伤心处 所以不想 问别人 确实是要小心 不能够像我这样 没心没肺的 对吗 就是你问别人的时候 我当然不会这样 你是不是单亲妈妈 不会 但是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蛮坦然的 因为那是我的选择 我做单亲妈妈 不是一个意外 是我的选择 所以如果可能差别在于 它是我的选择 那有很多离了婚的妇人 会认为说 我的感情没有处理好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女人 我把我的好好的一个家搞丢了 所以我失败 可能我先生有外遇 或可能我有外遇 那我失败了 我有见过我一些女朋友 她们一离了婚 她们会对自己完全否定 对 然后她们就会想办法 再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再证明自己一次 结果发现到伤害更 更深 更深 很可怜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 我确实很坦然 因为我觉得我仍然是 我这样讲吧 你100分加我100分 就成了一个200分的家庭 你50分加我50分 就成了一个 50分的家庭 不会变成100的 所以 我就是离了婚 我还是100分的 我不是50分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100分的人 所以你看太极那个图 对吗 它是100加100 它不是50加50 它50加50 那太极本身就是不完美的 那个太极本身就象征一种完美 所以它一半是100 另外一半也是100 对吗 所以我觉得女人男人都是一样 我100 你100 我们俩结婚 强强相加 不是说我50 然后我灵魂有一个50%的空洞 然后你再来补我那50%的空洞 现在很多人这样子 要怎么找个灵魂 我心里想 你的灵魂不就在你那儿吗 你找什么灵魂呢 对啊